Hello, 大家好, 我是聖母花園, Jan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四巡旗,星期五手齋的食譜 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群组,我和妈妈聊天 发觉星期五她们都好像很头痛 为什么呢?因为想手齋,但是很多东西小朋友都不喜欢吃 于是我就制作了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早餐其实小朋友可能需要一些新意 所以在做一些平时吃的早餐 我就建议可以试一下用牛油果多士 也是一个很丰富的早餐 牛油果也是很多营养学士, 都是一个Superfood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下, 也很简单 基本上切开牛油果, 然后就向两块多士 然后就伸出牛油果上去, 就是这么简单的了 至于午餐的话, 我自己觉得也可以试一个 我刚刚跟一个外籍妈妈学的一个Soup 就是它们会先把洋葱爆香 其实它是一个汤, 不过就很丰富营养 因为它会有番茄, 洋葱, 蒜头, 有扁豆 然后煮完之后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之前煮, 它们会先炒香一些材料 比如像洋葱, 再加一些蒜蓉 炒香, 炒到洋葱是透明的, 也有香味 蒜头又出色了, 然后可以加番茄 也有一些意大利的香草 可能是一瓶瓶现成的香草 如果没有一些新鲜的香草 现在我在撒的就是一瓶瓶的 撒完之后, 我又拌了我手上切了 我应该是有两个小至中型的番茄 我会倒入这个锅里去炒 炒至热热的, 番茄出一点点水 当它热热之后, 才会加水 我觉得西式的汤的煮法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看来看去, 就是它们会爆香所有的东西 然后才加水 不会像我们中国人煮汤 煮了一大锅水之后 然后才加不同的材料 再做一个无论是老火汤也好 或者是一个滚汤也好 它们就不是这样的, 它们先炒香所有的东西 所以通常它们这样做法 都是一个所谓我们平时在西餐厅喝的西汤 你看我现在在这里炒好所有东西 然后我再加水 加的份量, 看自己家人有多少人需要 这个是大约1.5公升左右的水 也很足够我一家三口 然后水滚了之后 我们就加一些扁豆 什么叫扁豆呢? 其实就好像是别人的印度餐 有时吃咖喱 它们是拌一些很丰富营养的豆 来混合咖喱 它们叫扁豆 基本上我都是在超级市场买的 然后毛钱一爆 那家人加豆安放一共 你看到我这一锅汤已经很稠, 因为里面有很多豆, 豆又吸水, 然后就会稠稠稠 我再放两圈左右的茄汁, 我就自己惯性用低盐的茄汁 会健康一些, 没有那么高纳, 心脏会健康一些, 减少一些所谓高血压的压力 看看自己的份量足不足够, 我觉得小朋友都很适合喝这个汤, 因为他很营养丰富 小朋友可能不需要手大齿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是很饱肚的 通常西方人煮这个汤, 他们都会大约不起一半 他会用搅拌机, 搅拌到一坨坨, 让它稠一点 我都照做啦, 照学啦 我觉得这个四巡旗都很好, 可以和一些不同国籍的妈妈去研究一下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 都可以学到一些不同方面的东西 我做起来之后, 搅拌下去, 小朋友可以是 他们在手齿的期间, 都可以有足够的营养 大人可以做一个手大齿, 搅拌就OK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尝试, 希望可以帮小朋友 配合一个逢星期五, 手齿的习惯 好了, 晚餐啦, 晚餐呢, 我就应该会 选择这个蕃茄炒蛋, 就是我全家人都很喜爱 小朋友又喜爱, 大人又喜爱 如果菜的方面, 我会选择一个 尝试上海小糖菜, 再加一个煎了的豆腐干半边 而汤方面很简单, 我就煮了一个很滋润的汤 就是一个洋葱, 红萝卜, 无花果, 已经很滋润, 很甜, 非常简单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subscribe我们这个阿啡MariaGarding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个礼拜又会邀请另外一些 公教家庭上来和我们分享下四周期 我们怎样可以过渡得更有意思的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天主保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